魚的魚 馬鈴的馬鈴 現在就變成魚馬鈴 萬一的名詞就對了 可以上網說馬鈴的嗎 去說一個報導 我們通過業者的角度來看 大概有發展很清楚 因為通常蝦子這樣 蝦子丟下去 運送過程 運送過程 他對養的需求 他在運送過程中 然後在環境裡面的水 因為他是四處去收 這隻蝦子原本在這個環境 所以有可能活的機率就是 全部都加裡面的水 代表他有環境 他原本的環境就會暗定 可是不可能 除非我這兩百幾個蝦都交給他 他都自動加我們裡面的水 才有活的機率 可是你看看大概食物不同的水質 不同的蝦從哪裡來 從不同地方來 所以家具去收的時候 他遇到環境的時候他會增長 因為蝦子他本身的生物狀態是 他很容易緊張 然後第一緊張他會做什麼動作 跳之外 所以他會脫口 他會脫口 他會脫口 因為跟螃蟹一樣 跟螃蟹或者是一些狙蟹蟹 他遇到危害的環境之後 他會這樣嗎 為了讓自己更壯大 他每換可一次是不是就讓自己長大一次 因為他遇到陌生的環境 像我們一般要讓蝦子長大的速度 就換水 水在流動代表他環境如果去處變動 刺激他換殼之後 他是不是體樣力比較好就流下來 他體樣力比較不好就被魚吃掉了 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通常你看他那一個陌生的環境 他是不是會脫口 脫口之後他在那個命病的環境裡面 因為蝦子是雜質性的 他不會認這個是不是同類 就是他就會吃 他就會互相吃 他就會攻擊 他就會攻擊 對啊 OK 我們要不要讓裡面 裡面我們料理蝦子給大家看 好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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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我 再 什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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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睡的阿公的 因為這早上如果沒有抓起來 他會在籃子裡面整個就是 他現在死了是不是 他死了 你看顏色 我早上拿起來 通常我們晚上放網子 大概早上在凌晨的時候 就是要在八點之前 就要騎網 中午的時候水的溫度會高 你把他去騎在網子裡面 他就會死掉 通常我們上岸的時候 通常都冰陣 因為你打氣的話 水的溫度也不高 謝謝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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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簡單的 穿燙的方式 然後我們一樣 他裡面有一點鹹水的養殖 所以他裡面的鐵質很多 因為海水裡面有豐富的蒙美鈣心鐵 所以你會看到 有一些蝦子 他煮起來他的腳 會開始像蘋果一樣 他是氧化 跟東西結合 海水蝦是吧 對 海水蝦 海水蝦 所以你看我們家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要賠儀 這些素材不需要擺 要不然他的肚子的速度很快 你餵他吃什麼 我餵他吃 其實齁 他就是一個食物鏈 我們主要是養 因為你一包 可以可以 可以 那個燈在旁邊 一般我們才剛好 像我們一包飼料一千塊 大概有八百塊給魚吃 對 因為他 飼料沉下去 低一點比在上升 啊 蝦主要是底漆型的生物 所以他一包下去 大概十分下去 八分 魚吃完 然後下面再給魚 留給蝦子 因為蝦是雜食性的啦 所以他會去撿 這些 食物鏈產生的一些回料 啊 主要大部分他是吃藻類 所以你看到我們裡面的水質有沒有 是什麼顏色 綠色 綠色他就是綠藻水 就判斷這個水質好餵化 因為 水生生物大部分的氧氣來源來自於 藻類型光的作用 藻類型光的作用 所以 一旦藻像越好的話 他裡面的一些微生物 會越多 對 然後我們會堆一些魚漿 所以我們裡面 那邊就是養魚的嘛 那魚裡面有很多五鍋魚 那五鍋魚我們把他抓起來 都會把他堆成魚漿 然後讓他發酵 不會把他綁在那個岸邊 讓一些蒼蠅啊 雲子啊 來幹嘛 殘暖 殘暖 因為這些東西會靠近 對 其實是最天然的 岸白石 岸白石 原始的環境就是這樣子 你給他越天然的東西 他攝取的東西 因為小魚養蝦它是雜食性的 所以他 剛他 爹了怕有栽 他在長大的過程中 他會越好 因為我們這裡面的環境 它是很野生的啦 就是裡面他所面對的敵人很多 但你講的 他那個蝦會很硬 很硬 然後也有點很甜 等一下你們吃看一下 那你是 你是家學淵源養蝦還是念摧桑養蝦 其實喔 其實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你現在做的一個地方 早期喔 現在這個是養蠻魚的啦 然後現在如果有蠻魚 這個裝蠻 早期這樣裝蠻一匙 都比台北新一群運還貴 這樣裝一匙 滿大概兩三百萬的價值 蠻魚的 沒有啊 沒有啊 現在為什麼不養蠻魚 因為喔 早期這邊有一個淵源 就是早期這邊荒廢二十年 因為阿公 我等一下拿一張照片跟大家分享 阿公早期養蠻魚背金條 背金條啊 很好賺的意思啦 然後因為 早期農民跟政府對於用藥觀念 沒有那麼嚴格的控管之下 因為蠻魚是高級代工品 我們養很棒的蠻魚外銷給日本 可是我們用很高的價格跟日本 賣蠻魚啊 賣熟的 買熟的啊 買台灣 台灣養的蠻魚用很高的價格 日本買 就是一個代工的狀況 然後 其實這樣的狀況之下 農民會用藥 因為你不捨得蠻魚一直很貴死 死你要救牠啊 救牠的時候你會用藥 那用藥狀況下被日本印出 日本是一個極為龜毛的國家嘛 被印出藥物殘留之後 價格就崩盤 金條就沒了嘛 因為蠻魚放在那邊 食堂放在那邊 就沒有市場 因為那個環境之下 蠻魚是一個 有點像現在的蘭花 因為牠是高級代工啊 可是一旦價格崩盤之後 荒廢了 因為沒有人要養 因為就賠錢了嘛 然後 不是單單 只是沒人要養這件事 因為 他當時的用藥 圍繞掉這塊土地 20年的時間 連一根雜草都發不起來 因為土地傷害過 也要代謝 跟我們人一樣 我們生病去打針 他身體也需要時間代謝了 因為當時的一個觀念 他會讓我的上一輩 就是我父子輩 就必須到上一輩子去打針 因為土地無法使用 農村沒有服務業 只剩下最根本 也是台灣最根本的 叫農魚生產業 台灣自古以來 以農為本 慢慢的你看 旁邊都洪廢土地 這後塊大概接近20甲的面積 都是養蠻魚的 現在都是洪廢 所以我們那時候回來 接的時候都是像這樣 幾坪 都長滿了 我們大概花了三 又花了三年的時間 讓他養地 慢慢把它養回來 養回來之後 到我們這一輩之後 當然要選擇一個 對環境友善的養殖方式 我們不用要生態婚養 低密度養殖 讓我們的下一輩 可以在這塊土地永續 要不然很快的 像上一輩那種 榨乾土地的做法 我們台灣有很多土地 可以使用 可是年輕人回不來 因為永遠只是淪為代工的狀況 因為所有的價格 都會被其他的 被剝削掉 然後你當然要走出一個不同的方式出來 我們試著拿很多東西去認證 可是我們發現現在認證 只是一張冷冰面的白紙 可以讓更多消費者 所以我們把這邊打造成這樣 就是希望更多消費者來看到 跟我們去買玉鼠鼠一樣 你去那邊有沒有諸羅素汪 其實更多認證也抵不過一隻諸羅素汪 或者是一隻小水一樣 因為這是最安心的 當這些生物都不來靠近 你再那麼多認證的狀況下 來來來 趕快趕快 來來先就位 大家都有嗎 來來來 一盤一盤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好 那你就了 這樣就看到 你吃了五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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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了五馬 要換一塊 所以這樣就行了 所以你這樣進去 那邊的一塊 差點